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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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在武洞太多悲哀 岁月今無期太長的感待 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 黄沙瓶要将尘和缘掩埋 一世的聪明情愿孤独 一生的早已像谁诉 爱到不能爱 直到总须散 满花过后成一朦梦 爱却永不干 全眼望不穿 红尘一笑和你共开欢 山川走不动太多非 爱岁月静默期待长的等待 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 黄沙瓶要将尘和缘掩埋 一世的聪明情愿孤独 一世的早已像谁诉 爱到不能爱 直到总须散 满花过后成一朦梦 爱谁永不干 天也望不穿 红尘一笑和你共开欢 二神空闲自忧甜 蛇神通命自正伦 赤神恶风自罗迁 对不对啊 大师 为什么打我 你进去什么来路 我是来求医的 走 保重 这交给你了 是 看你往哪里跑 把这三个人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这刁蛮女在做什么呢 又在拜她的神吧 皇上在讲什么 不知道 这笨蛋 就看一看 我这次犯了弥天大罪 他不杀我 是叫我活受罪 皇上是不会再记得我的 我会像一朵花 慢慢地哭死 怎么会不记得你呢 叩见皇上 起来说话 谢皇上 皇上 那三个巫师已经招供了 原来他们是湘西柳花寨土司的人 听说长津寨要归附大清 献上公主 所以就威胁数费的爹娘 有他们三个人冒充随从进京 原来是这样 交刑部处置吧 皇上 淑妃大逆不到要怎么处置呢 她年幼无知 不追究了 你替朕 去打听一下她的情形怎么样 炸 王主啊 真是太棒了 淑妃有救了 对啊 这下淑妃重见天日了 对啊 太棒了 原来是宝珠哥 原来是你啊 小远子 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还不是为了树妃 她整天闷在宫里胡思乱想的 有时候还眼泪汪汪的 真的 老想着自己啊 死最可饶 活最难逃的 真是冤家 皇上不也整天惦着他们 所以啊 我想溜出宫去 给她买点绣花针线点心什么的 让她节节闷 对对对 小远子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嗯 那就陪我去逛逛 这个 不愿意啊 不愿意拉倒 等等等等 谁不愿意嘛 走走走 你啊 还是外头好玩 是啊 你看 多热闹啊 怪不得皇上一会儿江南 一会儿赛北的 哎哎哎 你可别乱说啊 那都是为了国家大事 我听说了春喜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 春喜啊 她她怎么说我的 说我什么 春喜说你啊 哎哎哎 她说我什么 哎呀你快点讲嘛 哎哎 保住 那糖葫儿一定又香又甜的哦 哎哎哎哎对对对 哎哎来一只糖葫儿 哎哎哎这只啊 哎哎哎 春喜她到底说过什么 快说啊 说你啊 说什么 你快点讲啊 泥娃娃 这个泥娃娃多可爱啊 哎哎哎哎多少钱 三个啊 我说的是一对 啊 一对 好好好 来给你 谢谢谢谢啊 哎哎哎 小远子 刀地春喜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啊 她说你啊 哎哎怎么样 说你功夫好 人憨厚 就是脚丫子臭了点 练功嘛 那她怎么说甲溜的 谁叫她 说甲溜 说甲溜 保住哥 你看那花儿多好看 哎呀好了 行了 说完了再买可不可以啊 嗯 她是说甲溜啊 能说善道 心思零透 非常可惜 是个甲溜 哎哎哎哎哎 春喜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哎哎哎 这个甲的怎么能跟这个比呢 嗯 当然要功夫好 人憨厚的比较靠得住 你知道是不是 嗯 怎么问起我来呢 你来去问春喜啊 哎哎哎哎哎 小远子 小远子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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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皇上一来你就刺到手 该说是皇上刺手 而不是皇上吉相 这什么衣服 是怒足的 这是怒足的嫁衣 嫁到宫里 那我该换一套 满足的新郎衣咯 前朝雍正年间 苗汉就不能通婚 更何况苗满呢 苗汉苗满的 真的拦得住谁呢 我就不信 苗满没有一对男女 在桑间蒲上清热过 现在是乾隆朝 你不就进了宫了吗 人情是人情 规矩是规矩 人情 皇上一杀两万 还有人情吗 那要看杀的是什么人 不守王法 叛乱造反 烧杀掳掠 为非作歹的就该杀 尤其是打起仗来 就是你们苗族里的男人 也是看到人就枪刺刀砍的 人情又何在呢 何况朕已经杀了欺诈苗族的贪官 并没有亏待你们怒足的百姓啊 皇上 皇上没有跟你计较这个 有人对朕说 你既不在齐 又不属汉的 关山万里 一个人进了宫 朕应该疼你一点才对 好好好 来 朕要问你一件事情 追随你的那三个人呢 皇上反而来问臣妾 他们的死活下落 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还蒙在鼓里 那三个巫师 是柳花寨派来的奸细 利用你进宫的机会 跟着来谋害朕的 上回挑拨你行刺证不成 就逃出宫去 还心妖术作法弄鬼 大闹宫廷 恐怕是苗族的冤魂 想来看我吧 这三个人都已经抓到了 都招认了 你还执迷 皇上息怒 臣妾正因为上次 对皇上大逆不道 自知死罪不救 活罪难免 所以一直想以死来 表明心机 臣妾日夜所思的 都是鬼魂的事 臣妾自知 亏负皇上恩典 如果皇上要臣妾死 臣妾绝无怨言 朕要你死 还会等到现在吗 这是白费 朕对你的一番心意 你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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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夕啊 这 万岁爷 什么事烦着您了 万岁爷 这大热天哪 不如您洗个澡 凉快凉快 会舒坦一点的 万岁爷 万岁爷 您不要烦了啦 这个怒族女子 真是不知好歹 朕怎么解释她都不理情 朕不知道该怎么办 春喜答应 为庶主而求情 奴才也为庶主求情 庶主年少无知 被奸人利用 求皇上开恩 庶主而无知 也是因为天真善良啊 庶主而服侍皇上 对待下人 都是忠诚有礼的 朕有没有说要处置他 朕这么做 是要他好好地想一想 朕这么做 是要他好好地想一想 朕不知好歹 真不知好歹 快了 起来吧 谢谢皇上开恩 谢谢皇上开恩 开恩开恩 开什么恩哪 正想开枪 开枪 开枪 万岁爷 避暑山庄是个好地方 避暑山庄 林林林 箍子 岁爷好漂亮啊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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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 四爷 叫四爷 你想给我添麻烦是不是 又四爷了 出门的时候就跟你说了 一向照江南 照江南 江南回宫那么久了 一时我改不过口来嘛 驾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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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骂 没记性 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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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没事啊 我改个叫法 我不叫曹大人啊 叫曹先生啊 大人不如先生 先生好 论语上说 有九四先生传 有好的先生吃 我的曹先生 我就怕你老人家 论水论雨的知乎者也有 这丫头 出来多好 晴空碧也 一望无际 在宫里人也烦 师也烦 四爷 天上的人想下凡 板间的人想上天 肥肉吃多了腻 韭菜吃多了气 你还真有学问啊 贾六 我服了你了 四爷 鸭子蟹三蟹 还会白尾呢 何况是人呢 贾六 你最喜欢的事是什么 舒服没过倒着 好吃没过饺子 真有出息啊你 那除了倒着饺子之外呢 之外就是 出门有皮驴 在家有条鱼 你真是窝荡废 那有了驴跟有了鱼呢 天塌下来不用愁 腰里别着跟窝窝头 好 为什么你每句话都带着吃的呢 我饿了 你们非非得我说不可 四爷 前面有家店呗 我们去那边好不好 对 过去看看 走走走走 走 大爷来了 老板娘 我们来吃饭了 好 这边坐 这边坐 好 这边坐 这边坐 有有有 你先坐 我给你泡点拿来啊 好 快点啊 好 就来 你前的大爷可来了 先甭理他 先弄点吃着去 老板娘 你这儿怎么好吃的菜啊 这个合着 你这开的就是素面馆啊 这一桌的韭菜 这也不放点油 让我们吃了不拉肚子 这年头想在高连杆 得压出点油来啊 油葫芦里是压不出油来的 鱼 还有活的呢 鱼啊 这不是鱼吗 谁说没鱼啊 老板娘 这个 一般说鱼是怎么吃来着 头尾熬汤 这一中段嘛 炖豆腐 另外一半给我干炸 加点葱花 酱油 出国前呢 再加点银碎 那就好吃多了 先给点钱怎么样 钱 身外之物 什么 身外之物 没隔身上 要多少钱呢 多少 吃韭菜倒挂票子呢 一摄是好几个月 大爷 鱼还是留给我卖现钱 好打点油买点盐 要借刀吗 有 我可以借给你 这这 这 这算什么 这叫有钱男子汉 无钱汉子男 哼 还要是 这个 下四趟 则 3 2 2 2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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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迪香 身为都府 竟敢辞世 吕刘良一案之死秋 且平日诗词惆怅是本朝 为虎为鲁 其不尘不忠之心耀然之上 直到之日 祝沈迪香养毒自信 其须与子女 发配甘肃军前为奴 亲子 唐昭兮恩巴 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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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 臣女不服 你还想做一项家推吗 冤枉 这你就是不服 孩子 别说了 别说了 走 走 孩子 走 走 走 绝死都不服 走 冤枉 冤枉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吃饱了喝足了 咱们不能这一路上 就这样光是走 得玩点什么节目啊 四爷 大狗熊跟小笠巴在京城 我跟宝珠呢 来对双簧 相声 怎么样啊 好啊 好 别搞了 别搞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刚吃饱 别让我反胃哦 四爷 四爷的意思是 赛马 赛马 四爷 还是玩别的吧 为什么 天这么好 地这么宽的 有什么好赛的 说真的 我们又不敢 跑在您的前头 既然是赛就可以 四爷 我们真的跑在您的前头 您就翻脸了 说什么没有规矩 不懂礼貌 谁敢 就是啊 就怕不说出来 隔在心里头 就跟人家想个半天的喽 这样吧 四爷跑 你们两个在旁边跟着 手里拿个外国表 计时 不不不 说赛就赛 四爷我还玩不过你们 四爷的马术 是高人传授的 曹先生知道的 知道知道 四爷的马术 传自贝勒允喜 一流的 我也听说过呀 这么一说 非得要比试比试了 玩真的 嗯 俗话说得好 是驴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 四爷 准备了 宝珠 来吧 驾 四爷 加油 宝珠 加油 加油 不要摔下来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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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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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来 给他来 快 走 快点 快点啊 快点 不要松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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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成德 我倒想知道 热和成德是皇帝避暑打猎的地方 你们来是避暑还是打猎呢 我们是到外八庙烧香礼佛 你们是怒族啊 为什么换上汉族的衣服 到这儿烧香拜佛呢 难道你们怒族就没有佛吗 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这儿的外八庙不是挺有名的吗 有名是有名的 可是这道外八庙 最少还得两天的路程啊 所以你要快啊 赶车吧 好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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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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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家六 怎么 皇上 小场面 别装死狗了 快起来 我们还赶了大咖拉蒙古包去 蒙古包 皇上 豆沙包都不成了 皇上 我们在这歇一会儿 等春喜曹大人 还口气吧 这倒是一说 快起来 他们来了 这么快啊 不 我说的是饭馆那儿搁几个 谁爱来 谁来了 对呀 这是阳关大道 谁爱走谁走啊 对 不 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四爷 我看是问路的 哎 前面呢就是大咖拉 再过去就成德了 成德在一直走就是俄罗斯了 他们俩家伙 家伙 那耍把似的 光我一个人就行了 我看哪是卖药的 搞不好啊 还有猴子呢 哎 把你们头上带到身上穿的 兜里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 马屁留下 走 哎 跟你们说完听见了没有 听见没有 听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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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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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 別走 賈六 不要追了 還是轎子好 轎子比小馬舒服 當然了 一個是人伺候 一個是牲口伺候 伺候 那我可不敢當啊 曹大人還是你來坐吧 等下給上頭看見了 會怪罪我的 你放心 上頭遠去了 你們是哪兒的人啊 山東的還是山西的 不是東西 是運河下頭 是江南 江南好 江南餓不死人的 那你為什麼問我是山東山西的 這你就不知道了 從京城往北啊 大半是從山東山西來的 來幹嘛 到這兒來 挖地開荒的 挖地開荒 那山東山西不能挖地開荒嗎 地不肥種不出糧食 可睡呢又種 還有啊 殺人放火犯了案的 逃到這邊 家下根 官府是抓不到他們的 那江南可沒這麼大一片草原哦 偷回來啊 那可不 上頭可每年都來承德離宮 來幹嘛 秘書打獵 聯絡蒙古人 這樣啊 那上頭每年都來承德離宮 是塊堡地咯 那以前那麼多皇上 是不是也都來過啊 承德離宮啊 早年叫熱和善營子 這兒有打獵的 木馬的開荒的 這是塊野地 滿洲人蒙古人 漢人八方雜楚 生祖四十二年 才開始修離宮 叫做避暑山莊 哎 那年啊 四爺正好出生 哎 那我們今天晚上 就可以到避暑山莊去了嗎 京城到山莊啊 有四五百里呢 你湊過去晚上去卡拉住蒙古包吧 哎 老大 上回吃了虧 占點便宜吧 對呀 咱們四個人 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娘們嗎 嗯 上吧 走 你們想做什麼 哎 這個牛啊 咱們哥兒幾個 看你長得挺漂亮的 想跟你交個朋友 哎 您看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老大 嗯 這裡頭肯定有很多金銀珠寶啊 拿過來吧 嗯 你敢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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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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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什么味道啊 好大一股味道哦 蒙古包的味道 好虚人哦 这是四乙的蒙古包 待会儿我们回 自个儿的蒙古包 那才够瘦的呢 大家不要这么说 人家把自个儿的家 租给我们 跑去亲戚朋友家去挤 够好的了 万岁爷 您住得怪吗 行 我的祖先也是搭个帐篷 就算家的 可是这个蒙古包 好了 四爷 老臣以为啊 就算是住蒙古包 您也还是住 您的行宫蒙古包 那才舒才一点啊 不不不 跟自己过不去 斗闷子 这叫自找罪受 四爷 与民同苦 练习练习吧 不对 一住进了行宫蒙古包 那全天下人都知道 我离了京城 去了离宫 我要换个吊吊 跟去江南一样 我不要一般人知道 我是谁 更不要人知道 我每年都要去 承德避暑山庄 四爷 但是这次我们是望北走 不是望南走 打结吗 或者是有 但是行刺 我打包票 起来啦 香烧完了 该你啦 有没有什么情况 一路平静啊 不到承德 哪会有情况啊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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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段是怒足小妙 来听听怎么样 你呀 想的没有 不要横了 从现在开始 不许再提怒足两个字 站 哎 哎 哎 曹大人 皇上 君基处内外陈宫 怎么看何尚道士的这件案子 呃 宫中圣地是天下安为祸福 僧道在宫中施法炼丹成所不宜 嗯 那外间传言些什么 传言 呃 传言多了 嗯 万岁爷 我也听说过一些 你说 有人传说 先帝世宗崩于行刺 行刺 嗯 谁行刺啊 说什么 吕刘良的女儿吕四娘 也有说什么写弟子的 这编的哪有谱啊 不过 太医局跟君基处 以为先皇乃是勿用道士所练的丹药 先皇一鸣一事就这事糊涂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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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鸣一筹 五 ali 关于婿妃的事 哎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队的 皇上 皇上 臣献上一个花生仁 是仁还是仁啊 仁者 仁也 但是我并没有亏待他 临走的时候还吩咐远子 好好地照顾他 劝劝他 天下做皇帝的 怎么个人法 总是有人恨他 你们回去睡吧 是 要不要你奶奶帮你去睡呀 保住讲呦 什么事 睡觉去啦 好 好 还不快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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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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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年到这时候都来 住几个晚上 都有三几年了吧 有了 每次来都见您这儿住 麻烦您了 客气了 我一个人啊 还嫌朗轻呢 这孩子跟野人一样 醒了就出去 回来就睡 应该有十五六楼 快十七了 还没人要呢 姑娘 你呢 我 我 我也没有人要 姑娘 你每年到成德都去做什么呢 进庙烧香吗 你信喇吗 不 做什么买卖啊 是啊 那年这个时候啊 皇上也到成德离宫 大臣啊 兵啊 人多着呢 什么生意都热闹了 我不是 是啊 做买卖不带货走 您究竟到成德去做什么 我去成德 是要债 你要是要债 你究竟到成德去做什么呢 你究竟到成德去做什么呢 我去成德 是要债 要债 要债要了好几年 还没要完哪 还没有遇到债主 今年呢 还不知道 要看运气 是啊 有些人欠了债 又赖又赌 我这债主 他赖不掉 也躲不掉 那就好 怎么一个姑娘家出门要债 你家里人哪 你还想罪上加罪吗 元王 你就是 孩子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孩子 孩子 别再说了 一把天火烧了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天火 可怜哪 那么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过的呀 卖力气 苦杯啊 什么苦活 我都干过 不像啊 瞧你上个大家闺秀 是真的 后来呢 出去 出去 快点 出去 只要你乖乖地陪大爷 我 你就不用吃这种苦了 还摆臭架子啊 我晓得了 你一定是害臊对不对 没关系 来 你放开我 来 你放开我 来 你 你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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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他 我 你 他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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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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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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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要将尘和缘掩埋 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 一生的遭遇像谁俗 爱到不能来 直到总须散 繁华过后这一朦马 海水永不干 天月望不穿 风尘一响和你共爱玩 山船再不动太多灰海 岁月经过期待长的等待 春花族爱像风中摇摆 黄沙皮要将尘和缘掩埋 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 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 爱到不能来 直到总须散 繁华过后成一末乱 爱谁永不干 天月望不穿 风尘一响和你共海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